中心網6月3日報導 第一季度 中國消費支出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率達69.4% 成為經濟成長第一拉動力 但在防疫風控下 消費大幅下降 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4月份 消費總額同比下降了11.1% 為了促消費振興經濟 5月23日 李克強召開會議提出33項穩經濟措施 25日 又召集10萬官員開會 敦促穩住經濟大盤 26日 國務院督察組出現在10多省份 以推動落實相關政策 5月31日 中共國務院再印發通知 要求推動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施 同時各地密集發放消費券 數字幣 紅包等 中信網宣稱 買車給你錢 買房給你錢 買家電給你錢 但不少民眾說 沒看到錢也沒看到消費券 即使發那些東西 也沒錢去消費 大陸媒體人黃金秋說 防疫政策把老百姓的口袋都掏空了 消費不起 大陸媒體人黃金秋說 防疫政策把老百姓的口袋都掏空了 消費不起 大陸媒體人黃金秋說 各地防疫政策這麼嚴酷 不解決防疫政策問題 而想要靠刺激消費提升經濟 根本是得削搔養 新唐人記者李韻 李珊珊 陳潔採訪報導 大陸媒體人黃金秋說 徐曉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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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